我愛上他 我去彈樂琴 他要嫁給別人 坐上三輪車走掉 我在後面 導演說 這個很重要 他就走掉 你說後面 一個轉身樂琴這樣看著他 然後我愛上了 預備 攝影機 做主持人 腳太好了 你怎麼這麼會演戲 那表情就是我的樣子 那是沒問題 後來進來做主持 然後你又去拍那個 《無菸的山丘》 那是我唯一 當過男主角的電影 比較正式的電影 那你對那部電影 你拍完以後 你有什麼想法 到現在還難以釋懷 那怎麼說 所有導演 美術 燈光 攝影 演員 男主角 女主角 男配角 女配角 通通入圍 只有兩個人沒入圍 彭佳佳跟黃品源 可是我覺得那一齣戲 你演得很好 就沒入圍 我覺得可能是先入為主的觀念 一個是歌手 一個是主持人 不曉得 後來還好 還好是演員沒有一個得獎 我沒有 釋懷 楊貴 楊貴妹呼聲很高 所以那一年被誰拿去 名字我也忘了 第二天報紙出來很大 是楊貴妹趴在我這邊哭 那你的臉是爽的 因為那個王導演一直認為我很會演戲 他認為其實我不會 他就把我當副導演使用 我記得第一天 就在我們就那個中營裡面搭一個景 他就跟我講說 他叫我彭佳 彭佳跟你說 這個鏡頭很重要 就是你聽完的這些故事 你聽完這些 那些種種想法之後 你內心的一個感覺 你在徬徨 你在猶豫 你在思考 他講這麼多 只要一個表情 預備 他不可以拍攝影機 也不可以拍攝影機 預備 走 他在後面這樣看 那我還在想到 他剛剛講什麼東西 我什麼都沒演啊 這個戲一結束 楊貴妹紅嘛 他剛剛在出一個叫做 叫做音樂電影 以前他還出那個盤黛那個時候 LD時代 教... 對... 大盤黛那個 他說你來幫我演一個角色 好 在霧峰片場 那連夜開車下去 已經快天天來就沒睡覺 我是演一個他 我愛上他 我是一個彈樂琴的 那他要嫁給別人 坐上三輪車走掉 我在後面 那導演說 來 這個很重要 他就走掉 你說後面 一個角色越前這樣看著他 要很哀傷的 預備 攝影機 卡太好了 你...你怎麼這麼會演戲 那表情就是沒有人 他怎麼會演戲 他怎麼會演戲 鳳我在電視圈 創了很多的紀錄 就是也不能算紀錄啦 創了很多的筷子人口的節目 比如說一開始的鬼話連篇嘛 那個在台灣的綜藝史上 應該算第一了吧 對 到目前為止 還有人在 不是模仿 也是演戲到現在的 一個領域節目都還 對不對 那個時候是第一個 對... 而且那個時候是變成 每個禮拜大家都要坐在那邊 等著看 那個一定在十一點以後 當時的規定 十一點以後沒有收視率調查 據估計可能超過當時的四十一帥 所以那個是一個傳統 然後接下來又創造了一個 鐵絲玉玲龍 那也是... 哇 全台灣瘋狂 那一次瘋狂 那個... 那個叫做... 我們看到一個 現在被停掉那個... 我知道 那個... 海上先生 是 那個歐巴桑在談 在談的 是從那邊發展過 當年的... 金鐘獎入圍五項 共孤 我三太祝... 三太祝就跟許孝順說了 孫啊 你現在已經跟我來 我來 我來 祝我可以... 可以拿幾支 我看上舊 你拿一支就好了 拿一支 許孝順很開心 後來他就... 太祝不來 然後... 你要去追問啊 你是神明啊 怎麼可以...不準呢 什麼 他也不再來了 可以嗎 請問到底什麼原因 他還是說國語喔 裡面被運作掉了啦 裡面被運作掉了啦 喔...